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印度的国防研究所网站搞这么一个报道 主要讲的是苏三五和阵风对抗 最终苏三五败北 那么这样的一个模拟对抗是发生在印度吗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印度现在还没有引进苏三五 他刚刚购买了法国的阵风战机 而且阵风战机现在还没有全部到位 他报道的这个新闻讲的是在埃及 因为埃及既引进了阵风也引进了苏三五 因此说埃及空军搞了这么一个对抗演习 最终阵风战机多次击败了苏三五 那么从纸面性能上来看苏三五战斗机是要超过阵风的 因为它的机动性更好 而且它的雷达探测距离号称能够对普通目标达到400公里 这么一个范围 而阵风战斗机的雷达相对比较小 探测距离纸面上的指标不如苏三五 苏三五由于配备了推力市场盆管 因此它的机动能力 理论上讲要比阵风强 但是这次模拟演练 双方在终具空战状态下 苏三五就被战败了 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到进具格斗这个阶段 那么阵风是怎么战胜苏三五的呢 按照印度媒体的报道 是因为阵风战斗机的电子对抗设备非常先进 最终它使苏三五的雷达致亡 而阵风趁势采取中具蓝色攻击的方式 将苏三五击落 那么这个报道确切不确切呢 首先存疑 如果阵风战斗机这么厉害 我们怎么没有听说 印度空军拿阵风和苏三零进行对抗 让苏三零的雷达致亡呢 苏三零的雷达还不如苏三五 因为苏三五采用的是无原降水雷达 而苏三零采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 探测距离也要比苏三五近很多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阵风战斗机干扰苏三零应该更容易一些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你自己的两款战机不进行模拟对抗 反倒去报道埃及的阵风和苏三五之先进行模拟对抗 这个恐怕说不通 你的一手数据应该是自己的 而不是借助于别人的 因此这样的一个报道恐怕是不够属实的 何况一些网民呢 又扒出了一条新闻 说尽管埃及空军购买了苏三五战斗机 但是到目前为止 苏三十五还没有加入埃及空军的阵营 因为这些战斗机还在俄罗斯生产 并没有正式交付 显然这是一个假新闻 那么这样的一个假新闻 印度却津津乐道拿来比较 说明他们对自己紧进的阵风战斗机 是信心满满 认为这款战斗机天下第一 俄罗斯最先进的现役战斗机 都不是其对手 这恐怕从另外一个侧面 向印度的民众表明 我们引进阵风战斗机 这个做法是正确的 尽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恐怕今后还需要大批量的引进阵风 这才是这次印度官方媒体 为阵风做宣传的初衷 再有一个 阵风战斗机的机载电子对抗系统 有这么先进吗 因为它所配装的机载电子战系统 可以说主要是用于自卫和专业的电子干扰 战术飞机相比 它的能力还是有缺陷的 因为它要想把电子对抗系统的功率 加到很大 它就必然会增大它的设备的体积 以及能耗 这对一款多用途的战斗机来讲 是不现实的 要想对敌方的空中目标实施强干扰 应该借助其他电子弹飞机的力量 比如说战术电子对抗平台 甚至是战略电子对抗飞机 由他们实施强电子干扰 这才是有效的方式 而不是用一款战机 携带各种各样不同的系统 来执行对空作战任务 对地工作任务 以及电子对抗任务 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 要想让它完成这么多复杂的任务 一个平台是很难做到的 不要说阵风这款中型战斗机 哪怕就是这些重型战斗机 也很难实现既自卫干扰 又实施战术和战略干扰 这样的一个任务 这样的要求对一款中型战斗机来讲 实在是太高了 阵风很难承担 因此印度官方媒体的这次宣传 恐怕主要目的并非是遭改苏三五 而是要拔高阵风 以便为印度军方向政府要更多的钱 引进更多的法国阵风战斗机 做铺垫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你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